北京时间10月10号上午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言人表示 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 有不明身份人员驾车暴力冲撞 闯入总领馆证件大厅 对工作人员及现场民众生命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 对总领馆设施与财产造成严重破坏 性质极其恶劣 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 旧金山警方表示 他们于当地时间9号 开枪击毙了驾车冲闯袭击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男子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言人表示 总领馆严厉谴责这起暴力袭击事件 保留追究事件相关责任的权利 总领馆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迅速查明真相 依法严肃处置 并敦促美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规定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总领馆人员及管设安全 9号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布通知 将于10月10号起暂停对外办公 何时恢复对外办公 请关注总领馆进一步通知 如需紧急办证 可按总领馆关于通过绿色通道 紧急申办证件的须知中的相关程序办理 综合美国媒体最新报道 旧金山警方表示 他们于当地时间9号 开枪击毙了驾车冲闯 袭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男子 旧金山警方还表示 该部门和美国国务院官员 正在与中国领事馆就此事沟通合作 我们下期见